我们来介绍一下JSX语法 JSX语法实际上它是由JavaScript和HTML语法合并而成的一种语法 它本身是不能够直接被浏览器执行的 所以说它需要我们执行一次编译的过程 它把这个JSX需要转换成JavaScript才能够执行 那么这个编译的过程是由我们这个Bibble 它的这个转换器来进行实现的 那么实际上大伙对于这个Bibble是非常熟悉的 实际上我们的ES6的转码操作也交给Bibble来进行 对吧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JSX的一些基本语法 那么它在定义标签的时候只允许被一个标签包裹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最外层必须只能有一个顶层元素 那么对于这个来讲 我们最外层是不是一个DIV啊 一个开始一个结束 那么注意如果说我们要出现两个顶层DIV的时候 在编译的过程当中就会报错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由于它是XML的基本语法 所以说我们的标签必须要封闭 必须要有开始标签和结束标签 或者是像input标签那样的标签的话 必须要自结束 必须要自结束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是吧 它只能有一个顶层元素 并且标签一定要闭合 那么第二个 小写字母对应的是普通的道路元素 比如说我们要写DIV 那么这个DIV必须得小写 必须要小写 那么大写字母在GSX语法里面 它认为它是一个组件 它是一个组件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注意 小写它认为是道母 大写首字母认为是组件 那么对于元素的元素的这个属性来讲 class不能叫class 原因是class它是我们ES6的关键字 它代表类 所以说我们在写class的时候 需要写成叫做class name 那同时这个fall 也是GS语法里面的什么呀 一个关键字吧 所以说它也不能叫做fall了 对于我们元素来讲是吧 fall也不能叫fall了 应该叫做htmlfall 那么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所有的不尔属性的属性值 会默认设置为true 那么这也跟我们过去编程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我们过去的所有不尔属性值是吧 只要不设定 一般是不是都会默认是一个false 那么表达是 表达是需要使用这个大括号进行替换 那比如说后面这个value value value后面里面这个val是一个变量 那么为了把这个变量给显示出来 我们应该用大括号 给把这个变量给包裹起来 那么如果说学过view的同学会发现 view在做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在外层加双引号啊 是吧 在大括号外面还需要再加一层双引号 那么对于我们gsx语法来讲 我们不需要 我们直接写大括号就可以了 那么大括号里面放的就是我们的普通的gs表达式 那么这就是我们gsx的基本语法 那么最后一点是吧 最后一点 我们有一个叫做什么呀 叫html转译 那么html转译就相当于它是innerhtml 相当于我们原生里面的innerhtml 那么它在使用的时候 它要用这个语法进行注入 叫dangerously setinnerhtml 等于 双大括号里面是下滑线html冒号content 那么实际上这个content就是我们在这写的一段 html字不串 那么这个句话的意思 就代表我是要做一次 点innerhtml操作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dangerously setinnerhtml 为什么这个单词这么长 它没有缩写的 有没有想过 那么实际上它本身不推荐你使用这个指令 它要让你明确的知道 这个行为是非常dangerously 非常危险的 是吧 所以说它把这个单词设计的特别特别长 让你在敲的过程当中就注意到 它是一个危险操作 你是否真的确定要怎么做 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说到这个时候 我们来说到这个时候 的目标